香港開電視賀蓮特備節目開運秘笈的錄影工作進行得如火如途 這日還請到鄧紹川做嘉賓 坎嶼學家楊天命師傅表示 鄧紹川的八字非常好而且很平穩 沒有什麼大難事發生 而眾所周知紹川身邊有三位女伴 很多人覺得這些是齊人之福 不過紹川自己就不是這麼看 還說有苦自己知 因緣運 因緣運是可悲人 這個… 辛苦 其實我覺得你今世來這個人間 其實是學一下如何面對雷人 是的 現在學完沒有? 學完 學完嗎?下世的話就不會那麼辛苦了 明年55歲的邵川 還被楊師傅批算出他身體機能更好 是會有機會做爸爸 不過就不是短期內的事 爸爸運 今年我又不是很看到他的爸爸運 但是他本身的命是有兒女性的 有兒女性是代表身體機能沒有問題 是可以令到女伴懷孕的意思 有兩顆官星 官是代表旺山女的 第二件事 因為有官星也代表你喜歡女兒多於喜歡兒子的 本身 是 對 完全對 楊師傅還透露邵川走財運 不過就不是快錢 需要長期策劃和投資 然後就會財源滾滾來 他還為兆尊平反 說他並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養尊儲優 事實上兆尊都很忙的 我一向沒有養尊儲優的 他一向都沒有的 他走朋友運工作運是很忙的 天哥在走七煞運 七煞是代表要管要指指點點的 開荒牛運的 其實很多事他都要指指點點要做的 你那些人以為他真的沒甚麼做 指人指指點點 你都會指指點點 亦都會被人指指點點 這個叫做七煞運 他在走這個叫做將軍七煞運 辛苦不辛苦 其實是辛苦的 至於主持人李尚正和曠子凡 每次有機會和楊師傅合作 都會乘機請楊師傅幫他們指點迷津 不過這次李尚正竟然說 已經不太想問師傅了 每一年問師傅 師傅都給我一個很正面的 和很信誠的答案 是嗎 令我今年就沒甚麼想問 都是好的吧 不知道為甚麼 師傅你是不是根據… 你知道為甚麼 就是彭新拍我們這個節目的 都是好運的 記住 真的 每個都是有進步的 不用擔心 幸好我都拍今年的 就是幾年沒拍 今年一拍我都感覺到那個 那個運氣 氣長 氣長 吸一吸師傅 好運